如果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 但是有人跟我敬酒的话呢 一般来说我们是说要 那不喝酒的原因有很多种 一种是因为你身体可以说你是胃病 然后还可以说是你已经戒酒了 或者是说酒精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从来就不喝酒 但是一般在社交场合 只有你说自己是疾病的时候 这个原因是可以被接受的 如果你是一位男士 如果你不喝酒 对方也许会认为你不太看得起他 他会感觉到是被你鄙视 然后就会很不高兴 这样的话对于你们双方的合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如果你是女士的话呢 也是很不太受欢迎 因为男士很希望女士可以陪他们多喝酒 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喝酒的话 就一定要也是可以坚持到底的 千万就不要和某一位同时喝了以后 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人又说你什么不喝酒 这样的话是很不好的一种行为 所以说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喝酒 你在社交场合一定要说你是因为疾病 就是因为胃病 就是因为胃病 但是对方会让人家希望你多喝酒 但是对方会让人家希望有关心的 对方会有关心的 对方会让人家梵涂